于江南道而言 世子成林 那些寒门子弟世井百姓 就都是依附世子秀墓 而生的杂木草藤 砍去几棵恶木杂草不算大事 这是公认的道理 但大族世子至今身份 倒也不如何去刻意针对寻常百姓人家 估计是闲调价 倒是比寒门高出一线的 一门立门的两门子弟尤其行径恶劣 不遗余力地去显摆身份 豹国寺这些为男小起儿的公子千金 便属于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范畴 对上摇尾起怜 士族世子放个屁都是香的 对下斜眼看人 寒门人物便是写出了真正的锦绣文章 都觉得俗不可耐 这两批人别的不说 眼力劲无疑是极好 面对穷书生一眼看穿家底 当然肆无忌惮 可转身后看到那名自称士子的年轻人 就有些忐忑了 毕竟那身材简直的都考究的华服 以及那高高在上的气态 都做不得假 士子一说 在先古市唯有帝王诸侯嫡子 才能拥有的名号 近五百年来豪华建起掌控朝政 才略显泛滥 王孙子弟与大家族的嫡子都可被称作柿子 在江南道上 江种后代 除去大将军许拱的子女 也没谁敢配刀出行 况且龙襄将军本就出自孤木许氏 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匠门 江南道崇尚的是羽善观金 是牛车执主 可不幸下等游侠才耍得刀剑 那眼前这位士子是 他们一时间有些吃不准 毕竟这个俊逸的不像话的家伙 方才还与唐熙先生和许女冠言笑艳艳 怎么揣测都不至于是普通出身 但话说回来 若真是家世非凡 又怎会与泉池里的那个穷酸丝混在一起 柿子 江南道这边有资格撑上这名号的 倒也超出了一双手 可不曾听说有哪位士子喜欢配刀啊 北梁而来 是出身蛮荒北梁 还是游历归来 率先对小启儿发难的女子 只觉得眼前一亮 来不及深思 暗叹一声好俊的公子哥 长得实在好看 若不粗鲁配刀 而是谣善或是执主 就更好了 她偷偷松手丢掉手中石子 媚眼望向这潇洒走来的陌生面孔柿子 正要清弯 小妖是一个万福礼 徐凤年有些无趣 看来这些个家伙多半是没听懂自己的话 没将自己跟那个托死琉璃亭的北梁魔头联系在一起 否则这个娘们哪里还有胆量在这里抛媚眼 江南道与唯有他才可自称柿子的北梁不同 柿子不耐般 值钱金贵 大门户里的嫡子 长子 说是柿子 没谁会追着打 在北梁赶这样 当年早就被徐凤年带着恶奴恶犬 登门拜访了 徐凤年笑着缓缓抽刀 正要行凶 头虎很风雅是吧 这些客人头本柿子不屑收 手臂收下了 江南道不是很会骂人吗 留着你们的嘴去骂好了 徐凤年这个细微动作 似乎被穷书生察觉 轻呼道 不可 徐凤年转头 眼神询问 穷书生撇了撇头 是一身后还站着一个在阳春城中 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当下快意恩仇 事后小启儿如何经受得住抱负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拇指始终按在绣冬刀柄上 那群后知后觉的高粱子弟总算回神 媚眼女子吓得后退几步 若非有被吓人阿鱼相貌齐俊的 三角眼公子搀扶 差点就要掉入泉水 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这是何等无理的蛮子才会做的蠢事 柿子 柿子个屁 肯定是小地方来的江种崖内 衙内是江南道对将门后代 官家子弟的特称 军营以授衙做事 营门又称衙门 所以衙内一说 十分欲贴形象 很快就流传开来 只不过在江南道上 再大的衙内都极度不喜 这个说法 江种本就是世子给予的贬称 衙内能好到哪里去 除非是有藩王驻扎的那些个边防重镇 武夫是大文官低头 衙内才有自负的本钱 家族有普品 官宦富贵子弟 自然也有个三六九等的排列 且不去说那权贵多如牛毛的京城 在地方上 豪伐狄长子 以及正三品的刺食与都暗之子 当然是第一等的公子哥 接下来是郡守子孙 加上一般士族的后代 再次支责是士族与一般实权官吏的公子 最后才轮到一门立门子弟 父亲品质是最重要的考量 家学渊源的宏如名士 虽无免但圣死寻常 官员 出身这类家族 也不是一门立门可以轻易媲美 如果加上天子脚下的荆棘种地 就更复杂了 那些个殿阁学士 六部尚书 几位大将军 根深蒂固的百年家族 这里头又分正在其位的权臣 与和退下来的功勋 再来一个隐贵至极的外戚子弟 一个个显赫圈子犬崖交错 谁拎得轻 但撇开京师 有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 在地方上 在六大藩王 尤其是那位王朝唯一的异姓王面前 认你是谁都好 都得老老实实 是蛇就盘着 是虎就趴着 淮南王赵英算是藩王中 最与师无争的一位 可淮南王世子谁敢小觑 因此从北梁而来的所谓世子 哪怕最近阳春城中 满是北梁世子殿下暴虐举止的传闻 即使真正站在眼前 仍是没人会往这个方向设想 为时事过于轩赫超然了 徐凤年撇撇嘴 秀东悄然归翘 有些怀念 以往在北梁横行跋扈的时光了 左秦仓又千黄 身后是恶奴 固然尚不得台面 但想起来还真是痛快 那会儿没有练刀 花架子都欠缝 不过每次尘埃落定后 再卷起秀管来一套夺命十八腿什么的 还是很解气的 那帮顽固千金大概是有些忌惮 这将种衙妹的腰间双刀 没有打肿脸冲胖子 纷纷散去 在远处散而再聚 交头接耳 认定这外乡老公子哥 是不知里为何物的可增衙内 徐凤年懒得计较 否则被折腾成落水狗的 靖安王世子赵寻就得叫去了 没理由将他跟这些蝼蚁一般的 毅力子孙摆在一个层面上吗 徐凤年跳入池中 绕过穷书生 伸手扶起小启儿 在他胸口一叹 狮子殿下几番磨难 久病成一 以武当大黄庭替小女孩缓缓化去淤血 小启儿不敢动弹 怯生生站着 索性脸色不再惨无人色 徐凤年见小丫头忐忑的厉害 都不敢正眼看他 也不知如何安慰 只是对穷书生说道 没事了 穷书生如释重负 犹豫着到底还是没有出声道谢 靖安王妃见到世子殿下捋起袖子 捡起一捧二十几枚香客许愿的铜钱 递给小启儿 他没有接过手 神色慌张地朝书生看去 见张哥哥点头 这才伸出常年洞窗过后 格外满目苍蝇的泛黄双手 徐凤年说道 接着听王霸之辩 带上他一起 然后世子殿下捡起两瓣西瓜 上岸以后不由分说交到靖安王妃手中 你拿着 陪王妃脸色铁青 一手一瓣西瓜 成何体统 但最后还是没勇气忤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混账家伙 这世上到底不是谁都有资格与靖安王赵恒叫阵的 更还有人能让一位权势藩王在精心布局后 无功而返 穷书生帮着小启儿藏好铜钱 再牵着他的手一起走入豹国寺 这样的行为不合规矩 但不如此 天晓得一转身 那些顽固会不会就将火器撒在身边孩子头上 就当给他求一张不大不小的护身符好了 只希望那些个阳春城的权贵子弟们聪明些 穷书生踏过大四门槛 瞧见前头徐典侠一袭紧筹袍子湿透 笑了笑 有些匪夷所思 徐凤年好似猜透心思 领路石头也不转 大驱说道 别以为我是什么好东西 那些人欺负这孩子 我欺负他们 都是一路货色 穷书生听到这个极尽揶余的说法 哑然失笑 一肚子无限委屈的裴王妃身以为然 报国寺内人声鼎沸 除去可以参与取水谈王霸的百余青谈名士 旁观者便有足足三四百人 楼台停泄都触满了人头 徐凤年静止走去 挑了个相对空闲的角落 拿秀东刀鞘敲了敲两位名声相对清浅 如是 示意他们挪一挪 把席子让出来 能入席的如是 都不简单 王霸之便正到了憨战关头 冷布丁 被打搅 两位江南道上九父盛名的如是 刚要训斥 就看到这不知何处 冒出来的蛮子 拿刀鞘做了个抹脖子的首饰 吓得他们只得不情不愿与附近名士挤在一张席子上 徐凤年大大咧咧入席后 招手穷书生一起坐下 后者也不客气 坐下后神情恍惚 好似百感交集 徐凤年抬头看去 挺远的一个地方 一位执主的中年名士站着慷慨言谈 身材修长 三缕胡须尤其飘逸 称得上是一位美然公了 几乎每说一句 都要引来满堂喝彩 一扬顿挫 极富感染力 每次巧妙停顿 明显都给了听众鼓掌的空隙 显然是一位清谈经验丰富的名士 徐凤年对王霸之变不好奇更不擅长 听在耳中 自然没什么感触 倒是盘膝而坐的穷书生闭目凝神 喃喃自语道 毅力王霸 先朝诸贤未能申明其说 本朝一统江山 先是上因学功两位 既久便惜天理人欲 后有摇卢珠三家各执一词 才算水落石出 时我被读书人不至吊坠云雾中 原红胡以纯儒自居 尊王剑霸 贬斥毅力双形王霸并用 认为这等事工心态 只会毁去儒家根基 最终弃王道而尊霸道 继而堕入法家之霸术 徐凤年外行归外行 还是能听一个大概 转头问道 眼下这位是在以天理论王道 认为王霸迥义 穷书生睁开眼点了点头 感慨道 原红胡一直坚持先古盛世 才是王道的盛世 如今王朝的盛世 只是霸道的衰逝 认为世人是功心过重 此风不可掌 否则大难降至 徐凤年笑道 这种言论 不怕京城那边雷霆大怒 穷书生摇头道 此言不说对错 确实是发自肺腑 且不说朝廷是否介意 读书人岂可因此而晋升 我虽更推崇公道成处 便是道德 是道己处 便是天理 但也佩服原红胡的学识和远见 他虽憎恶无节制的一己之私利 但对本于人心的寄民之利 并非一味排斥 可如他所说 即便一退再退 承认王霸不可割裂 但五百年后 兴许就真的再无一鸣如是了 走入唯利是图一图 只剩下盈盈狗狗的功利者 因此袁洪胡曾在立涛亭中 击尽罪死 呼嚎 我被当哭五百年后 我看不得那些空谈人士的散发坦凶 唯独对袁洪胡这一罪一哭 身有七七烟 徐凤年不以为然道 就你们读书人忧国忧民 但有几个做了一辈子道德圣人 可曾真正摸过铜钱 知道一个馒头得花几文钱吗 穷书生微笑道 大如圆洪胡兴许不知 我却是清楚 这次轮到徐凤年哑然 两人只顾着闲谈 没注意到屈水流伤 久已缓至眼前 人随久走的美币姗姗而来 拾起白玉酒杯 一时间 这个角落成了众矢之地 众目睽睽下 隔壁席子上参加了无数次清谈 圣会都没能举杯几次的老夫子们 瞪大眼睛 被世子殿下拿刀赶走的两位儒士 更是满目极度 恨不得弯腰去抢过酒杯 要知道金约王霸之变 分外不同寻常 袁姜燕与殷道林两位首屈一指的 名氏位列其中 能够在两位清谈大魁面前诉说 己身理念 可谓千载难逢的机会 除了两位当事红儒 更有与姚白峰地位并肩的理学大家 承家在场旁听 这位老者可是与姚大家书信来往交锋的理学圣贤 哪次书信 内容不被天下传阅 承字字言 迟钝暗于一生指在文艺上做科枯 以此反讽姚大家解经的 书阔四义 试问天下世子谁不为之会心一笑 虽说姚大家回信 既然天一字不得山一字不可厚人 何必解经 也十分暗藏玄机 可江南道上显然更亲近城字学说 坚持哪怕姚大家学问更高 但城字却要道德更高一些 金约屈水流伤变王霸 汇聚了如是两门三位当代圣人 阳春城吸引了何止几百慕名而来的读书人 只不过那位城字一直在书上做学问 不爱与人打交道 甚至许多当地世子几十年都圆迁一面 恐怕就是走到了跟前都不认的 美弊端久而来 原本百无聊赖的徐凤年瞪大眼睛 他泼妇骂街在行 世子殿下游历三年 学了不少骂人不带脏字的绝学 可惜与人死板说理 真心门外汗 于是没有起身 拿刀鞘顶了顶身边的穷书生 徐凤年看到穷书生静不怯场 洒脱起身 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交换酒杯给茂梅体交的婢女后 朗声道 若能惊世 亦必有力 若可寄民 道必有功 因而罢故本渔王 报国寺内顿时一片哗然 大抵是一些类似此子 华众取宠数字空谈的冷言嘲讽 怒意汹汹 远处同坐一席的江左第一元江燕 与不动和上音道林相识一笑 显然并未动心 只觉得多了个是功小而罢了 但接下来一句二十五年颠簸 使物金世世林如是自以为的正心诚意者 皆麻木不仁不知痛痒之辈 让心生轻视的两位 大家明示 目瞪口呆 此子当真是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并未参与辩论的一位 鱼吕老者 原本一直摇头 唯独听到这句话 自顾自哈哈一笑 接下来 那狂妄书生所言 就更荒诞不惊 矛头直指 江左第一号明示的袁洪湖 若是全然不顾力 哭五百年后 有何意 当下百姓不饱腹 又该与谁哭去 美然公元江燕不怒反笑 不似故作大度 而是真的笑了 只是 他这一席 离众人较远 看不太清 这位江左第一的细微变化 鲍国寺主持 殷道林轻轻说道 怪论是怪论 但也有趣 就看他接下来 有无真才实学去论证了 袁江燕点了点头 结果出人意料 整个人报国寺 几乎无人认识的寒门 穷书生意谈 王霸便谈了半个时辰 细致入微 这与寻常清谈名士 西字如今的做法截然相反 一般的谈悬 既然是悬 当然要悬而又悬 只求让人一头雾水 那才是真本事 听懂了便是世门当头棒喝 听不懂 谁管你 清谈若苛求逻辑缜密 岂不是无趣得很 词不达意 离题万里 才算趣味 白马飞马不算境界 白马是路 才是境界 一百余入席名士 加上几百听众 定力极好的 还在勉强听着 这不识大体的家伙 在那里呱噪 定力极好的 则开始与身边的熟人 聊些能提神的事情 定力差的 早就恨不得破口大骂 打着哈欠 若是东约 肯定要先求门师 这可不是无礼 是明是风流 闲是风采 徐凤年眯着眼 膝上叠双刀 拖着腮帮抬头 跟那个被穷书生 滔滔不绝架势 吓得瞠目结舌的 清秀婢女 打情骂俏 笑嘻嘻道 姐姐 打赏杯酒喝呗 生得十分可怜 可爱的婢女 抬着一壶 酒三酒杯 早已手臂发麻 被这灯徒子调侃 鼓起腮帮瞪了一眼 徐凤年并不气馁 姐姐累不累 坐下来歇息会儿 要不我帮你抬 她趁人不注意 再瞪了一眼 这公子长得挺端正 怎地如此放浪 徐凤年笑容灿烂 不依不饶问道 姐姐何方人事 家住何地 方陵吉许 静安王妃恨不得 挖个地洞 把这柿子殿下给埋了 省得在大庭广众下 丢人现眼 索性 没谁关注刘欣 这位正根婢女 眉来眼去的公子哥 因为已小时年 不曾公开与人辩论的 袁江燕破天荒出生了 袁洪湖才学冠诀江左 略加追本溯源 就可看出书生的王霸 并用于上阴学公 姓王的纪上先生 是同根连气 当年这位纪上先生 只要在三场辩论中 赢得两场 便可担任学公大祭九 只是先赢明时之辩后 输了天人之争 最后一场本该是王霸之辩 但王姓继 尚先生出人意料 放弃了 但世人皆知 这位大先生 是推崇王霸兼用 袁江燕沉生 问道 北梁瑶学只是赦禅 你却明言功利 学禅后来者 往上追寻 无可摸索 自会离去 迷途知返 若是功利 学者习之 立竿见影 一时侥幸立功 建立妄议 后世当如何自处 我被读书人 与百姓笑在一时 后辈却哭百年千年 这便你是的王霸 更大的哗然 袁洪胡此说 分明已经将近在咫尺的 室门高僧 殷道林都裹挟其中 可见这位江左第一名士 真正重视那位 所有人都以为 是信口开河的书生 众人皆是精神一振 开始正经微坐起来 徐凤年死皮赖脸 跟台九美币搭讪时 又瞥见高处 一座黄琉璃瓦亭中的 大姐徐之虎 做了个敲板栗的威胁手势 翻了个白眼 正要再与那婢女说 上几句 余光瞅见一个 亮呛走向亭子的中年如是 老剑神挡在亭子 台阶上 见一搏发 那等如林大敌的姿态 即便是 卢尾荡面对 身父肃亡的吾六鼎 都不曾出现过 世子殿下猛然起身 身形一略再略 在人流中 由于一般穿梭而过 徐凤年临近亭子 只看到那青山 如是聚良亭二十不时 双秀交相一挥 似要胆去尘埃 以示莫大尊崇 然后轰然下跪 这如是欺然泪下 一字一字咬牙说出口 声音不大 却在徐凤年耳畔炸开 西楚最臣 曹长青 参见公主殿下